選舉打完了 我們三大戰略錯誤 第一 我們完全沒有傳統媒體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釋出與黨代表影片 在檢討選戰策略 不過大選結束 已近三個月 柯文哲還沒翻頁 再把砲口對準對手 以醫生的角度來看 我們常常看每一個都是好人 真實的政治環境 常常發現對手 實在是鬼點子太多了 選戰後 政壇焦點轉到立法院 柯文哲聲量失溫 他每週二五到黨團開會 避免脫鉤 而21號有媒體公布 三黨立委滿意度 民眾黨垫底只有34.2% 但民眾黨臉書卻發文 解釋政黨傾向支持 民眾黨比例只有22% 因此八席的民眾黨 CP值最高 說媒體人黃陽明很酸 莫名其妙的論點 不演了新聞台粉 專業調侃 這新政治我追不上 以他們這種算CP值的方式 我可以建議民眾黨 他們可以請辞掉 七席的立委 因為這樣子CP值最高 除以八個人 所以每個人大概四點多 不管是民進黨或者是國民黨 大概都是零點幾 這樣的算法是有點怪怪的 缺席不質詢的民進黨 現在滿意度最高 我們一定要深自的反省 黃國昌劍指綠營 不過近日藍白名代 現序長官司纏身 民進黨今年不嘲諷 柯文哲常說藍綠一樣爛 但事實是 民眾黨籍的新竹市長高鴻安 則是在立委任內涉嫌炸領助理費 這幾天國民黨籍 台北市議員陳崇文說會案 也正在爭辦當中 我們要問有盛世首長被起訴的 是哪兩個政黨呢 答案是國民黨和民眾黨 藍白才是真正的一樣爛 已經到了 不需要去回應的程度了 懸後康文哲失去舞台 憑往立願跑 還曾被批評寄聲國會 如何保溫 恐怕也成為他的一大挑戰 三次皇席